有的人在留言說 現在在等崩盤 有崩盤這時候嗎 鄭老師現在的價格到底合不合理 從本益比來看 因為剛剛我們看這個張董 他會講到2萬點3萬點 現在覺得本益比的話 其實是一直往上 那現在是合理 那本益比我們不是看絕對的數字 我們是要看相對的數字 什麼相對的數字呢 我們用一個表來跟各位分析一下 那假設說你的資產配置有三種 那第一個是股票 第二個是定存股 一年期的定存股 那如果說它的報酬 我們沒1%了 現在不到1% 我是假設一下 那我們看到的話 再來就是美國一年期的公債 如果它的殖利率是0.2% 事實上現在是0.16% 我們是為了好算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各位要有一個概念 本益比的倒數的顛倒就是報酬率 那各位你想想看 假設說你買一檔個股的話 它的本益比20倍 是代表它的報酬率是多少 5% 那相對的 如果你在看的定存 定存的話 我們如果1%的話 你的本益比多少 你知道嗎 100倍 這樣子算 對 那如果你是在買美國公債 美國公債不會倒 那你去存銀行也不會倒 那你看它的本益比是500倍 那各位 大家以為買公債買定存是最安穩的 沒想到本益比是最高的 本益比這麼高 但是我們實際上在講說 各位我們在實際上講說 我們個人要跟個人比 但是我們在投資金融工技的時候 是要跟其他的金融商品來比較 所以你從這樣去推的話 我為什麼一直跟各位談到說 我剛才講到了 各位當滴滴滴來的時候 這個是從來沒有遇過 這樣全世界都在實施QE政策的時候 也就是滴滴都來到0的狀況之下的話 那我們從相對本益比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國泰金的董事長 講到的未來本益比40倍 本益比40倍 如果以這樣來相對比較的話 它不算得高 所以我為什麼 我從來這個地方 之前來這個地方 我就一直跟各位講說 你不要異色立場 對 不要異色立場 為什麼很簡單 這個是本益比的概念 跟各位分享 因為各位你要了解到一點 你在做投資的時候 不是在練經濟學 經濟學裡面最會講什麼 其他條件不變 所以很多人之前都會講說 本益比像我們之前 台灣一定講說15倍 風險有一點點 20倍風險很大了 有些人也會用美國的 本益比哪時候是高 哪時候低 但是那個 他們講的都沒有錯 但是那個時空已經轉變了 如果你在做其他條件不變的話 都是成立的 但是現在這個條件變化是你 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變化過的 所以你的思維一定要變 所以我才會從本益比的角度 來跟各位分享 OK 所以你覺得價格現在算是合理的 好 2020真的什麼事都改變 這麼資金行情 這個因為疫情造就全球 這麼低利率時代 真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那重點上是選對股票 我們待會來講 那麼今年來發生一個 比較特別的現象 就陸股也起來了 可能很多投資人在這個 中國基金陸股這邊也受過傷 但是現在看起來 陸股的行情起來了 美中在大戰 感覺川普哭了 習近平就笑了 這時候可以去追陸股的ETF嗎 麻煩我們暗鈴一下好不好 除了台股的市場之外 陸股也非常受過關注 好 它是有聲音的 哈哈哈哈 OK 可以喔 2比1啦 只有你一半 對 對 我一半的原因是什麼 我一半的原因是 我覺得我還是愛台灣 愛台灣 台灣就賺夠了 對 所以我還是會買台灣的ETF 比較起來的話 我還是喜歡買台灣ETF OK OK 只是簡單 因為台灣更好 其實我非常愛台灣 所以我之前 我們都愛台灣 上講的好像只有你 我們都愛台灣 主持人講過嗎 台灣有四號嗎 第一號 我就問主持人說 這麼漂亮的話 你晚上十二點 敢不敢出去 主持人說敢出去 就是台灣的治安好 對 第二個我就問 主持人說 你有沒有去過英國 他說有啊 英國的料理好不好吃 就拍一下 你不知道台灣的料理不好吃 第三個 我們這次疫情給我們感受到什麼 感受到說我們台灣的健保 原來是這麼好 很多人 投資人才知道說 在美國或是在英國的話 你要去 我晚上要去幾准 會被人趕回去 如果你到英國去留學 你就知道了 那第四號就是說 台灣的標的物 可以做定存股的非常多 就是台灣四號 所以我非常愛台灣 但是我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說可以去投資大陸的ETF 為什麼 各位你要知道 其實全世界的股市都會漲 你投資台灣也是一樣 中國也是一樣 但是你要讓你的生活更有情趣 你只有看一檔ETF 每天看 我這個ETF可能今天跌 但是你如果有兩個比較說 一個漲一個跌 或是兩個都漲 是不是有四個變化 對 這個四個變化的話 你坐在那邊看 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基於情趣的原因 反正都會漲了多一點變化 不要選到會跌了就好 那你有時候說我今天的話 相對如果你從投資者的觀點 當然 你兩檔個股的話 風險相對會降低 但是那個沒有辦法說 完全排除所謂非市場風險 這是我的看法 OK OK 這個其實買ETF就已經排除很多 廢系統性風險了 然後又可以多幾檔看 那我覺得 會珠你有買嘛 對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要不要買投資 我覺得我們做投資 其實穩健的方式就是 我們要在各個市場 做不同的資產配置 所以你不只要把錢全部放在台灣 因為不要把全部放在一個 同一個籃子裡頭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愛台灣 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因為事實上 全球的這個供應鏈 是有做一種移轉 然後你說像其實蘋果供應鏈 為什麼這一次Tesla股價大漲 可是台灣的以前的 我們熟識的那些Tesla概念股 都沒有漲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 Tesla的供應鏈 在中國已經崛起了 那像同樣的道理說 其實我們當時看到鴻海 因為鴻海 他做了蘋果的iPhone的組裝 那衍生了很多 造就很多零組件 整個機犬升天 其實這個現象 也同樣是在中國大陸發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中國大陸就是 他們就整個 因為蘋果供應 比如說他已經從這個配件 做到要做到整機了 所以他這樣整個 會造就整個 供應鏈 包括蘋果的手機 還有電動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 因為他們如果去佈局 他們還是會買那些指標類股 像以我個人來講 其實我 我多數時間 是在觀察台灣的股市 但是我就是透過ETF 或是買大陸的股市 那其實你 有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去觀察它 其實這幾年 也賺了四 五倍 四 五倍 對 大陸的 對 大陸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其實因為那個 你看到整個供應鏈的移轉 其實就代表一個財富的一個方向的一個 美國會不會這是疫情看走眼的 連這個對中美之間的抗爭也看走眼 所以造成股市的翻轉 我們繼續在觀察 好 Cibo大家認同是資金 可以說資金的風狗浪 怎麼跟著資金走 那麼待會兒我們會再聊這個 存金融股 存ETF 存資產股 我想先問一下這個 塞公 這個資金脈動怎麼抓 我們可不可以跟著外資走 其實我 我還是覺得 我們現在應該要跟著外資走 為什麼說跟著外資走 因為很簡單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加減法 大家看一下 從今年一月到五月 外資在台灣股市 加減在這個集中市場 一共賣超多少 6500多億 那麼 六月份開始翻空為多 那一共買超 到昨天為止一共買超多少億 一千億 所以呢 我們簡單的講 就是還有5500億的外資 在場外等著要進場 5500億 對啊 5500億的資金 那所以你看 光是靠我們內資 就已經把指數從8523 拉到12000了 那現在外資也開始加入了以後 我們不要說 5500億全部回來了 我們就算回來4000億好不好 那回來4000億 這個資金會到 這個指數會到哪裡 那外資回來 它會買什麼股票 全資股嘛 台積電嘛 對不對 鴻海嘛 那在過去呢 6月份以來呢 買超最多 張數最多的 有四檔股票 一個群創 一個友達 對不對 然後再過來台積電 跟鴻海 那可是呢 以金額來講的話 當然是台積電最多 再過來就是鴻海 然後再過來群創 跟友達 OK 好 那麼 我們簡單的講 現在呢 以這四檔股票呢 但是外資買超最多的股票 那還有包括聯發科 聯發科是聯買了四個月 這個是比較例外的一檔股票 那聯發科已經飆上來了 好 那麼現在誰的位階最低 那他們當時的平均成本 大概是在88塊左右 也就是現在的價位附近 那麼在2月到5月呢 他們是賣超的 賣超大概四十幾 47萬張左右 那現在呢 又開始又翻多了 那我們簡單的講 他們的成本 所以鴻海小股東 現在可以興奮期待了 可以值得期待啊 對不對 因為呢 就像剛剛 不會買了 直接買鴻海型嗎 你看不懂這個盤 是直接跟著買 就買鴻海嘛 對啊 這位階這麼低 你認為說 這個指數 我們今天假設 我們今天假設 這個盤 可以漲到2萬點的話 你認為鴻海 你認為鴻海 還會待在這裡嗎 對不對 不要跳那麼快 我們現在挑戰12682 好啦 那我們挑戰12682 那你說鴻海還會在這邊嗎 對不對 總共有一點面子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覺得 應該是要跟著外資走 買這種全職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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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